生了一支足球队,父亲培养四胞胎儿子踢足球前锋中场守门员,都有了8月8日消息,近日有媒体爆料,山东济南有8岁的四胞胎兄弟,父亲培养他们从小踢球,从前锋到中场,守门员,完全可以组织一支足球队了。 四胞胎这四个小男孩是四胞胎兄弟,老大王赵红,老二王赵义,老三王赵家和老妖王赵琪,模样几乎一模一样的他们,走到哪里都让人称奇。 四胞胎今年8岁,2010年1月13日出生,孩子们刚出生的时候,真的很累,尤其是一旦有孩子生病,其他三个肯定会轮换着病一圈,那时候睡觉都是奢望,一家六口省下四胞胎后,母亲辞职在家,做过团购,经营过网店,现在开启了小饭桌少儿托馆,一方面更好的照顾儿子, 另一方面很多家长冲着这四兄弟来报名,认为自己的孩子也在这吃,肯定差不了,他表示,四胞胎很懂事,会体谅人,打扫卫生,整理家务,洗碗,很多事情都能帮忙,四个孩子自娱自乐,对于孩子们的教育,父亲王先生说, 虽然兄弟四人不像其他同学一样每周奔波于多个学习班,但是他们读书,踢球,弹吉他,做手工一样都没落下,父母是孩子们的第一任老师,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自己言传身教,让孩子们多学知识,多学本领,长大了成为一个有担当,有责任的人, 在父亲的培养下,四胞胎从小就踢足球,弹琴,兄弟四人就可以踢一场球,王先生说,我希望孩子以后自己有自理能力,更强一点,我现在培养他们踢足球,还有乐器,就是培养他们自己的能力, 他们也参加了青少年足球的培训,老大给弟弟们安排球场上的位置,对老二说,你踢右边锋,老三说,我踢前锋,老四说,你不是守门员吗? 这次个孩子,可以凑齐一个小足球队了,父亲说最近两三年,每年也会带他们去露营,就是想培养出他们的男子汉气概, 孩子们有不同的梦想,数学家,发明家,还有想当柯南一样的名侦探,美好的愿望。